台北地检署侦办一岁男童遭虐死一案 转介男童的儿童福利联盟声称 社工曾经有三度访试 但是都没有发现任何的异状 不过检方发现陈姓女社工并没有落实访试工作 报告记录疑似也有不实 她的行为跟男童遭到虐死是有因果关系的 涉嫌未造文书过失致死罪嫌 12号这一天指挥了警方缤纷三路 搜索了陈姓女社工的住所 还有儿福的办公室 并且以被告的身份传唤 陈姓女社工到案 北检在复训之后 深夜时分预令她以30万元交保后传 好 根据了解她到案之后 态度蛮配合的 对于男童之死也感到非常的内疚 但是呢发生了这起事件 外界其实批判声浪不断 卫福部长薛瑞源他就坦承 设政单位因为不熟悉运作 没有把这位受虐的男童纳入幼儿 专责医师制度的防护系统 这个部分就是执行的疏失 在昨天有主持专案会议 要求设政单位应该把脆弱家庭 出养孩童 还要受到政府监护的孩童名单 会诊之后给地方 由卫生局安排专责医师 来关注孩童的身心发展 并且及早察觉受虐的迹象 好 另外呢我们接下来看到 旺报的头版头消息了 这大半年来两岸就算纷扰不断 但是呢在影视剧当中 意外产生热络的对话场景 从陆剧的繁华勾起台湾民众 无数的共鸣 一直到台湾的电影周楚除三害 引爆的是大陆人民的热烈回响 当然这背后一方面反映出 文化无界限的现象 也正勾勒出另外一种不同景象的 两岸关系服事会 能停音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